在今個星期 示威的報導不但持續肆意破壞港鐵車站的設施 也在主要的道路是架設大型的路障 投窄汽油彈和縱火 破壞交通燈 嚴重影響交通系統 也使出行的市民和駕駛人士的人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但是在今日仍然有多達20個主要的道路被堵塞 7條的鐵路線受到影響 13個港鐵車站受影響或者需要關閉 由於道路和道路設施受到破壞的情況持續 至今路面公共交通服務仍然受到嚴重影響 基於安全考慮和路面情況 專型巴士只能夠提供有限度的服務 特別是套路港公路和紅磡海底隧道 仍然未能夠完全開通 相關的巴士路線仍然未能提供服務 運輸署和路政署的同事 以至所有公共交通營辦商會繼續努力 盡快恢復服務 以便盡可能減低對市民出行的影響 我們亦需要確保前線人員和承辦商人員的人身安全 我們會繼續透過政府的網站和各位傳媒朋友 向市民發放最新的交通情況 我們會看到最新的交通時間 記者和電話s 提供 記者和電話s 提供 和電話s 提供 越來越來越半月